Behind the Peter 中國有使用的 因為 責任真心 他們 FT3%都窩了 實際上是這些 因為我們有自由äre地 或者是佛法上面 从一般的喜乐 乃至于究竟圆满成佛的这个喜乐呢 都是予于众生而获得的 人的感觉现在是众生 现在是瓦斯 所以呢 就讲到呢 世乐呢 是由他而起的 他选择上罚人的就是 谁来拍本 谁来拍圣证呢 你也选择上罚 你也选择上罚 知道吗 但是他认为ief 还不能说 是的 所以呢 第二个寄从就讲到说 那么 那麼,立他的這個意念呢,是成就智力的意義 心裡面想到要立他呢,那麼終究能夠成就智力 這就這樣呢,在修行當中,我們想著呢 我呢,要如實地修持 最後呢,以這個修持呢,來第一無量的一切友情眾生 以這樣立他的心,最後呢,我們成就了自己人滿菩提的佛國 所以呢,立他的心念呢,是智力的,成就智力的意義 長八點一隻共,我們想著神就共發,神的天心也差了 神的天心也差了,神的天心也差了 神的神來長八點一隻共,人的神也有夢來的神 神的天心也差了,人的救命 所以呢,當我們在觀修,元一切眾生觀修這種慈心悲心的時候呢 在那當下呢,我們自己的內心,是無比的喜樂的 而且那個心呢,是非常的鬆緩舒平的 因為呢,你心裡面想到呢,我要 慈心悲心的去利益,只有精眾生 所以那當下,我們得到利益了 我們自己首先得到了喜樂 那好吧,就成就生結婚了 那好吧,就成就生結婚了 成就生結婚了,成就生結婚了 所以我們自己的中間也在用心 要求美人家的慈心 我們自己的原因 我們要求美人家的慈心 那麼,特別呢,我們八節的福地心來修持 在這位修行的當中呢,那所有一切的這種,獲斥自然的清淨 所以一切的功德慢慢地在修行道中慢慢地圆满地集聚 到最后呢 认得圆满地复活 所以呢 成就自立的因呢 就来自于一开始想要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命 那是Modus的话 这当咱们的成就个圣地 那个不好了苏洋的那一丹一哈 那么苦心的 所以他讲到说 修普提心呢 那么这是修行的前行或者叫加行 这个之所以叫做加行 这是因为指的呢 对以下的四点 我们要观修本尊 要观修上师师身 观修大手印 然后做功德回向 就这四种的修止而言呢 那么 慈心 悲心 不仅心的修持 就是最重要的前行 哦 那比如说嘛是Modus是在哪里的呢 我们去Modus 不都能修外 不都能修外 那等于啊 养住 佛生 没得外面的主 我只要看着 你国父独有了 无论的 人家就是无论的独有了 那么呢 除了说这个 慈悲菩提心 这是修行的前行以外 在这个加行当中 它事实上也包括了 之前所讲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呢 思维 共的 外的前行 就是四种转心的思维 然后另外呢 这四种转心的思维 就是 想满能生难得 然后 无常的 然后就夜报因果 用回过患 那另外呢 还需要呢 修持呢 四种不共的加行 就是 归宜大礼拜 金刚萨多 谢曼达 上司相应网 这个呢 都包含在 这一个寄送场中 所说的前行 部分 那这个问题是呢 唐部 唐部去莫德纳拉 远祝去美女就看了 听我记得 说我祝唐人 六人不吃 因为六人不吃 唐部 唐部 这头也 对面呢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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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在四种转心思维里面 第一个讲到 侠满人生 那么这样的一个具足 八种的无瑕 十种圆满条链的这个 书称的人生呢 是我们发起菩提心的因 如果没有这个侠满人生的话 就无法能够发菩提心 对面 他这个侠满人生的 你也有一个人 在这种转心思维里面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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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同時呢 對於呢 所有一切法是無常的這個道理 所有一切有違法是無常的這個義理呢 必須要深刻的了解 一切都是刹那刹那變異的 那麽這個無常的觀修呢 就是特別的對於我們 對於此生的一切的貪拙 能夠究竟斷出的 必須要觀修的道理 我說 沒打完藥物 後面就趁著來吵醒來吧 那麽你去藥物就結婚了 後 去藥物就趁著來吵醒來吧 那麽我前面就趁著來吵醒來吧 那麽特別是呢 如果能夠好好的 能夠好好的觀修這個無常的話 那麽呢 我們對於這一生呢 就不會產生的判著 我們說呢 我們這一生 必須要好好的修行 要好好的修持 但是呢 要好好的修持的話 那麽首先你必須要斷除對此生的判著 所以呢 觀修無常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個呢 講呢 輪迴是痛苦的 這個觀修輪迴痛苦呢 就是斷除我們對於輪迴執著的一個藥物 那麽呢 無論呢 是投身在六道輪迴當中的任何地方 投身在天道 人道等等呢 那麽都沒有真正的 或者叫做究竟的這個快樂可憐 因此呢 我們就必須要尋找 能夠從輪迴中解脫的這個修持的方法 那麽是嗎 那麽是康徒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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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一個聖聖就講到呢 無論呢 你走到 到了任何的一個處所 在那個當下呢 都是具有各種痛苦的地方 無論呢 你跟任何的人交往 怎樣的朋友 那個當下呢 都是產生痛苦的這個因 那麽 無論呢 你擁有怎樣的這個財富受用 那當下呢 都是產生痛苦的因 所以呢 讲的轮回的本质呢 就是充满各种贫困的